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申巴林 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 速速清扬 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228集 优秀的人就是有很多人会惦记 夏小兰有不少烂桃花 周成关在部队里与世隔绝 也不能完全阻断她的桃花运 老对头芳营长的女朋友高飞就看上周成了 但她和老芳已经在处对象 总不好马上把老芳撇开去追求周成 高飞就想了个法子 说要给周成介绍对象 说是自己有个表妹和周成合适 各方面条件都不错 周成要是愿意呢 就给她介绍 表妹肯定没有高飞优秀 家庭条件不差 学历和长相就不如高飞了 高飞是相装舞剑 不给周成当介绍人 他咋有机会接触周成啊 年后高飞都跑了三趟部队 也没结过婚的来得这么勤 团里没说话 是看在方营长三十岁才处个对象不容易 方营长还以为女朋友是中意她 却不知道自己脑袋透着隐隐的绿光呢 早上的训练才刚结束 周成让手下的兵稍作休整 自己则挽起袖子洗手 高飞笑眯眯地往前凑 周成 我上次说的事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表妹那边还等着我回话呢 你要是有空 可以先见一面 两人都不见面 怎么知道合不合适啊 周成把水龙头拧上 他觉得方营长处的对象脑子有毛病 没个眼色劲儿 上次周成就说过自己有对象 高飞听不懂人话般 老老道道要介绍什么表妹给她 哪怕没有她媳妇儿 周成也不想要和方营长当连金啊 这表妹啊 她是无福消瘦 嫂子 我有对象了 我们感情很好 等我够年龄了就会打结婚报告 高飞不以为然 我都听其他人说了 你有个外甥的对象 她条件比得上我表妹吗 周成 娶一个家世好的老婆能帮多少忙呀 周成觉得 这女人真的太麻烦了 都不认识她 可见大家不是一个圈子的 她要是图家世找对象 也不至于找高飞的表妹呀 光会恶心 夏小兰条件不好 周成还很不高兴呢 那是亲妈 她才必须忍 高飞和她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方营长经常阴阳怪气的 交得女朋友也挺烦 果然是天生一对 我对象条件挺好的 我就喜欢她 对不住啊嫂子 我喜欢长得好看的人 你表妹还是介绍给别人吧 周成说话很直白 他就喜欢长得好看的 高飞把表妹强塞给有对象的男人 指不定表妹有多丑呢 他想说得更直接点 问高飞 他家女人是不是嫁不出去 你 高飞挺委屈 周成说话也太难听了 再好看 那不还是个外省人吗 高飞还想说话 可周成的通信兵跑来 激动的脸上放光 说话大喘气 营长 有人来看你 他说 说是您对象 姓夏 周成都被这从天而降的喜讯给砸晕了 他在高飞面前不苟言笑 这一刻眉眼都舒展开 人本来就长得帅 此时越发好看了 姓夏 你没有搞错吧 算了 我自己去接人 我媳妇来了 收到那封信 他就在盼着这一天 人真的来了 周成哪里会在原地等 都顾忌不上在别人面前保持形象 一路小跑着去接人 周成本来就不是严肃刻板的性格 不过是在军队里提了干平时表现的老成 年轻人嘛 在爱情面前就原形毕露 整个人都在发光 高飞还没反应过来 哪有那样巧的事 刚刚才说周成那外省对象 人就来了 通信兵在那儿傻乐 搞得好像是他对象来了般激动 你瞧见周营长他对象了 通信兵使劲点头 人长得咋样 通信兵也是个小年轻 文言沾红了脸 好 好看 高飞要细问 通信兵啥都形容不出来 好看就是好看啊 他都不敢多看 听说是自家营长的对象 通信兵激动坏了 他刚才通报的声音不算小 周成手下的兵也听到了 纷纷围了上来 乖乖乖 你说隐藏的对象来了 什么这么加劲 上次来了 漂亮不漂亮 漂亮不漂亮啊 七嘴八舌的 各方的口音都冒出来 高飞愣是没有插嘴的机会 方营长没见到高飞的人出来找 看见一营的兵吵得厉害 高飞站在旁边不说话 他把高飞往旁边拉 他们怎么回事啊 我看见周成往门口跑 高飞回过神来 说是周营长的对象 来部队看他 周成到门口接人去了呗 方营长来了兴趣 周成那个外省对象啊 那可要好好比一比 他对高飞的条件再自信不过 盘量调顺 家是好学里家 周成找的外省对象 不可能压过高飞 高飞自己也很自信 周成刚刚把他拒绝 高飞也想看看 小兵蛋子嘴里说好看的女人 又有多好看 一群人真是翘首以盼 却总不见周成带着人过来 周成冲到门口 瞧见自己朝思暮想的对象 哪里有空去管其他人呢 康伟哥大活人都被他忽略 夏小兰翘生生站在那里 周成忍住揉眼睛的冲动 她都怀疑是自己太想念夏小兰 产生了幻觉 周成 夏小兰伸出一只手 在他面前晃 周成一把抓住那白嫩的手指 软乎乎的 在三月的早晨有点微凉 的确是熟悉的触感 周成捏了捏 手是真的 人也是真的了 她把夏小兰抱住 媳妇 我想你了 她的声音一点也没有酷帅狂霸拽地掉掉 反而像是在撒娇 夏小兰心想 这人顶着这样一张脸 一米八五的大个儿还撒娇 让她都不能控制自己的心了 警卫般的兵 眼睛都要瞎掉了 眼前这人 是他们熟悉的周营长吗 不过周营长的对象 的确是长得太好看了 他们要是能找到这样的对象 肯定也抱紧不撒手 康伯这条单身狗承受着热恋情侣秀恩爱的暴击 初春三月的风里只有周成和夏小兰是甜味 其他人都闻到了酸 不行啊 这里是部队门口 不适合太亲密 夏小兰仿佛知道周成的心理活动 她轻轻笑 你就准备让我在门口吹冷风啊 不带我参观一下部队吗 那是必须要带的 夏小兰和康伟都早做好登记 只需要周成来确认下就能领走人 周成见色望有啊 眼睛里只有夏小兰 康伟被抛在脑后 康伟的心好痛 她是要在门口等一等别人送羊来 但也不能如此无情地对她吧 一群当兵的往门口涌来 大家听说周营长的对象来了 久等不至都跑到门口来看 啊 那是周营长的对象 这 这 这 真他妈好看啊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